终于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笑头 终于发觉阿Mary她真的喜欢我 我终于都知道什么叫初恋 我终于都知道什么叫怕 怕什么 怕死 你知道吗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我一初恋我就怕死 以前我是完全不怕死的 我常常觉得我怎么会死呢 是古时的人才会死的 那些人说读历史有什么用 读历史话语听 哪里死了 你有没有看过哪本书有 昏君王子华什么什么 没有吧 幻官王子华 没有啊从来都说 我怎么会死呢 而且说真的 就算死也有什么大不了 就像当时我小时候家 隔壁住的是陈思拉和陈生 我经常听到陈思拉 不停地跟陈生说的 阿陈 即是劝他在这儿 阿陈啊 你常常坐在这儿这么闷 这么多人去死你不去死 那阿陈就会出街了 那好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阿陈就回家了 然后陈思拉又会说了 阿陈思拉又会出街了 如果说这次死他 你真的死要死有没有 有没有有很多人 我心里真的会出街了 阿陈不停地跟陈生说只是 那麽多太暂了 阿陈不是这样的 当我开始恋爱的时候 当我真正踏入初恋的时候 我就明白 死不是去街 死是什么 是失去你心爱的人 或者失去你心爱的东西 我以前是没有心爱的东西的 有,有图HIFI 但是我不会失去 因为我都没买 但是 我随时会失去Mary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 而她死的可能性是真的很高 你想想我们现在 你逛街 你可以被人逼死 被榴弹打死 被人扔死 你搭车可以焗死 塞车塞死 或者被人车去荒郊野岭 先奸后死 你留在家会被电视门死 被家人吵死 等厕所等死 或者是垂楼窄死 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我今天见到Mary 我明天未必可以见回她 所以那时候我每一次送Mary 送到她回家分手的时候 都是手标广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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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Mary 你记得写信给我啊 我会打电话看你的啦 而每一次我们再见面 都好像格式相逢那样 Mary 见回你真的好 为什么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呢 我 Conse 我 差 我 快 � technologies 对 我